你的小故事 我的大新聞 歡迎收看Pitbo公民新聞報 日本發生的311大地震 讓同樣處在地震帶的台灣 更加重視斷層帶的研究跟監控 希望能夠掌握板塊的活動狀況 並且能夠在災害來臨前示警 台灣東部的花東縱谷 位在菲律賓海板塊上 地殼活動頻繁 公民記者記錄了中央研究院的學者 在當地的地震研究 帶您去關心台東地區的地殼活動狀況 花東縱谷位於歐亞板塊的交接處 過去一直就大小地震不斷 這些破裂面也就成為 國內外地質學者研究的活教材 池上活動斷層繼續向南追蹤 可能延伸至鑾山大橋 目前已發現鑾山大橋有阻移變形的現象 原本呈一直線的橋墩已經不再比直 中央研究院地球科學研究所 及經濟部中央地址調查所 在池上斷層位於大坡國小處 設有精密的監測儀器 全天候監測斷層活動的情形 受池上活動斷層的推擠 大坡國小就溜滑梯的變形 山坡水溝也發生了位移 池上警員村內是警員期軟石邊坡 更因為活動斷層的位移而逐漸破裂 中央院在此也設有精密的監測儀器 全世界各地在今年一開年以來 其實都經歷到不穩定的一個情況 幾乎是每十天 我們這個地球上就出現一個規模 超過六以上的一個強烈地震 那這種地震的發生 它跟我們氣候極端化來 其實有點息息相關 我們氣候極端它的發展來 是從我們氣候的暖化 開始進入我們的海洋 最後讓我們的地殼它的能量 它的溫度也不斷地上升 地殼能量跟溫度不斷上升的後果之一 其實就是它的火山跟地震活動 會因為板塊作用不斷提高它的活躍度 而變得越來越明顯 苗栗環保的農民日前 北上內政部陳情抗議 希望不要因為後隆科學園區的開發 犧牲他們守護了一輩子的農地 做生的道農過大陸 你這工修的我的報道都不可以 我問阿嬤來 他們政府管農的阿嬤你嘛 是不是阿嬤 就走到這條路了 最近說我跟車廚我靠去的 我跟車廚 前作車你靠去 賺這間廚 你這樣跟老進龍 跟管長跟總統在超重的 阿嬤 他們七十年來這裡看 人家才有什麼 第一件就是牛憲宴團隊 我們去那邊 我的孫十年 臺灣民眾關心自己的土地 說出自己的心聲 最在地的聲音不一樣的新聞 您可以透過PIPPO公民新聞報節目 看得到 希望你喜歡我們的節目 我們下次見